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 你在干嘛呢 怎么了你这是 我好不容易把大学考上了 可是我爸妈却不在了 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连个关心我的人都没有 姑娘 你别这样啊 人的命只有一条 你要是跳下去了 你爸妈在那边知道了 该有多伤心啊 快上来吧姑娘 你还没吃饭吧 来 要不去我家吧 我家就在这附近 谢谢你啊 大哥 没事的 到我家 我给你做点吃的 走吧 我去吃饱了 姑娘吃饱了吧 嗯 吃饱了 大哥 姑娘 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你又没地方去 要不 你在我这里住下吧 反正我也是一个人住 这样不太好吧 大哥 姑娘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想 你就做我妹妹吧 真的吗大哥 是啊 早就不嫌疚了就行 那我以后就是你妹妹了 不 我就是你亲妹妹 以后你叫我小丽就行了 小丽 你说你考上大学了是吧 考上大学了就要去上学 但是上学的话费用会很高的 四年下来要花不少钱呢 别担心 我这些年还有一点积蓄 够你上大学了 大哥 我怎么能花你的钱呢 我们俩非亲非故的 我花你的钱不太好吧 我不会花你的钱的 别傻了 小丽 这个大学就是你人生的转折点 只要你上了这个大学 以后对你肯定会受帮助的 好好读 我不要失真机会 大哥 你看你这赚钱也不容易 我是不会花你的钱的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叫我大哥 你就是我妹妹 我供你上学是应该的 你听哥的话好好读书 谢谢哥 小丽 我这卡里面有两块钱 并满的是个好好留会 你拿着吧 好好读书 哥 你把钱给我了 那你花什么呀 小丽 这个你不用担心 哥还能赚钱 你到那里好好读书就行了 哥在家里等你 哥 等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一定把你接到城里去享福 嗯 走吧 你说这小丽上学 走了六年了 一个电话都没有 看来啊 这捡来的妹妹真的靠不住 这都六年了 也不知道哥过得怎么样了 这都六年了 这家里啊 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也不知道哥在家怎么样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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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 你可回来了 我快想死你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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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这六年你去哪里了 连个电话也没有 哥以为你不要我这个哥了 哥 你知道吗 我特别想给你打电话 但是 我又担心你给我寄生活费 我不想这样麻烦你 所以 我才没有打电话给你的 这六年你过得好不好啊 你毕业了没有 毕业了哥 我现在呢 也买房买车了 我就是过来接你的 走吧哥 我就不去了吧 只要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哥 你怎么能不去呢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是你帮助了我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能过成现在这样吗 哥一定要去啊 给我一个报答你的机会 我这次过来就是专门来接你的 赶紧走吧哥 他们就这么ance VBLE 咋 妈 我回来啦 哎 你说你妈这几天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每天回来都这么高兴 就是啊 谁知道呢 这么高兴 喂 放心吧 吃了吃了 我儿子的情况都不知道 感觉挺好的 这几天啊 焚身特别有劲了 妈 你刚才电话里面说 吃什么呀 吃 吃鸡蛋啊 妈 最近你老是往家里拿鸡蛋 这鸡蛋哪来的 吃鸡蛋啊 是我和年轻们一起听哑身课 人家免费送的 那个假菜的老中医啊 可厉害了 妈 我听你说这个话 怎么感觉你不太对劲啊 是啊 妈 我听你说这事吧 怎么跟我在手机上看的那个骗人的事 差不多呢 什么骗人啊 人家那就做好事 给中老年人假养生客 那叫公益事业啊 说了你们也不懂 我这么大岁数了 还能乱别人骗呢 哎呀 这骗的就是你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 我的事不用你们两个管 让开 妈 哎呀 小金啊 你看这 说我阿姨啊 哎 阿斌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经理说你没来听课 让我打电话问问 经理 见着你呢 哦 你替我谢谢经理啊 对了 我告诉你啊 你把福利了 是吗 你上次交了8800 过几天就能返回来了 真的啊 嗯 而且你上次带过去的四个人啊 让他们把钱交了 以后吃保健品啊 就真是免费了 哎呀 这真是大福利啊 为了正老年的身体健康啊 我们传播的都是正能量 周阿姨 我还有事 就不说了 你可千万别缺客啊 不会 阿姨啊 我等一下就去 那好 周阿姨 再见 嗯 再见 你看 又在那忽悠你妈了 妈 干什么去啊 天客去啊 妈 我都跟你说了 那是骗人的 你怎么还去啊 你该不会是让人给洗脑了吧 洗了 这老师说啊 这老大得天天洗 不洗啊 就生锈 哎呀 妈 你不能去 你那点钱让人骗走了可怎么办 难怪这老师说了 这儿女就是靠不住 就是垫进你手里那点钱 谁垫进你手里的钱了呀 我死活都不用你们管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他看这出事了之后谁管你 妈 那男的啊 我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你怎么能信他呢 就是啊 不信他 我信你妈 我的事不要你们管 妈 妈 妈 这可怎么办啊 这可怎么办啊 来 妈 来 妈 坐上去了 妈 这是怎么了 妈 小莉啊 小莉啊 那个阿编联系不上了 啊 多长时间啊 我打了一天的电话 都是关机的 妈 你先别着急 我给小金打个电话 你在哪天的课 就在那个龙猫市场那里 老公 你找他没有啊 我去让你找了 那里好多邻居啊 也来找他们 可是那里啊 一个人都没有 全都跑了 我的钱啊 妈 你别急 有你儿子和儿媳妇在呢 有钱没了 可以再挣 可别气坏了身体啊 身体最重要 是啊 妈 我已经报警了 把这些骗子啊 全部都抓住 对 尤其是那个阿编 太可恨了 一定要把他抓住 还是我的儿子儿媳好 这是你不想给你 阿编 你不想给你 你能够 你不想给你 你不想给你 我这种认真的